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三角形AVC中 DE分配是這兩條線段上面的點 然後他說AD比DV小 這個比這個小 AD 小於DV 而且三角形 VDE的面積是3 三角形VDE的面積是3 AVC的面積整個是16 假設這個面積叫X 這個面積就是多少 這全部是16 這是13 這X 全部加起來就是16 他問三角形ADE的面積 問X等於多少 這怎麼做 因為我們曉得這個跟這個是平型 這個平型的話 所以這個比這個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這個比這個是多少 是X比3 因為他高一樣 所以他面積比的話 就等於底的比 也就是底的比 等於面積的比 也就是X比3 這個比這個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所以這也是X比3 也就是說 這個比這個的話 就等於這塊面積 以上這塊面積 也就X加3 比上多少 這塊面積 比上13 減X的話 這等於多少 等於X比3 X比3 那我就可以減X 乘過去 就3X 加9 等於13X 減X平方 那我移過去 X平方 減10X 加9 等於0 所以1191 所以X呢 等於9 或是1 我叫9或1 但是因為他說 他的面積比較小 所以X他只能等1 所以三角形 ADE的面積是1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A